三星Galaxy Note 7手机在8月份推出后 各地爆炸的意外频传 三星总部在本月2日宣布停止贩售 15日宣告正式召回 台湾三星23日展开全新版的 Galaxy Note 7无条件换机服务 开放首日6小时内就有破万人预约换机 人数到达7成 第一位换得新机的林先生表示 虽然他自己在使用上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只是因为他新版的手机有一些辨识 那这样子如果要出国或什么 可能辨识上会比较方便 这只手机大概用不到一个月 就刚好可能他电池上面 可能有一些生产的问题吧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 因为其他的厂牌的手机 不见得会做这件事 三星Note 7标榜红膜辨识与防水功能 上市不到一个月 接连传出手机因为在电池充电时 发生爆炸意外 全球至今已经接获35宗的爆炸事故 三星召回全球250万只的Note 7手机 预估损失将近67亿元人民币 不过对于三星的铁粉而言 除非爆炸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否则说什么都还是相挺到底 开放首日立即到门市换机的潘小姐就说 没有问题啊 其实没什么问题 一直没什么问题 很满意啊 他们service很好 东西好用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支持下去 台湾三星表示 新加坡有近八成的消费者 已经登记预约换机 30%已经完成更换新机 韩国更换超过10万台 费货比例仅各位数字 美国有25%的消费者更换新机 台湾预约换机的人数则是已经破万 台湾三星门市店员刘先生教导如何分辨 拿到的是全新版的公司货 他说 全新Note 7有三个辨认方式 第一个iMe这一面会有一个黑色方块 第二个另外一面全新版公司货 那第三个呢再要看主机 主机会有新的一个辨识方式 绿色的电子 绿色的电子 或者是AOD的画面也有绿色电子 首页也会有绿色电子 对 就是这三个方式 三星电子在全球10个国家推出Note 7 是Note 2以来最有希望打破 三星手机销售记录的产品 也被视为是苹果iPhone 7系列的劲敌 然而连续多起的爆炸事件 势必影响到三星产品的商誉 也动摇消费者的信心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晕晕晕晕灘 柳通这情节 林 weld 夏秋菈 凶